这次美极台风在台湾中部绕成了强大的风灾影响 今天是东华民国105年9月29号 两天前美极台风肆虐台湾 把很多的太阳能板都从屋顶上扫了下来 铁皮也被吹破了 也被太阳能板砸破了 太阳能板的螺丝呢 即使锁得再不见过 但这样被摇动和松脱了 很多客户说地上都是螺丝是因为锁不紧的关系 其实不是的 螺丝只要一直摇动一直摇动 七百多次之后它自然就会脱落 岸场上面板子比较幸运的没有吹走 朝北边的比较高的都被台风给扯走 有些是这个太阳能电池片从框架中飞走 有些是镇片尘料 尤其是从太阳能模组的空位的部分 直接连根拔起 可是就是天灾 很多的太阳能板的公司 他们是不利益的 每次台风都会扫掉一些太阳能板 也扫掉一些 体制交叉的太阳能板 系统公司 可是不一定 因为施工品质不良 所以才会被吹走 今天我们开会讨论 发现有几点 有三点 要检讨 第一点 博主本身 因为 中国价格降低 对于石油的材料 越来越多 第二点 现在的确是无法抗议的因素 台风实在太强了 第三点 的确有镜片是没锁紧的 所以以上提供给大家的参考 我是泛洋器太阳能发电